吉安湘年度盛会客家文化艺术节 18号在吉安湘五谷宫 以烟机称重比赛热闹登场 而19号天神良福记 由乡长带领来宾依循古礼 供奉天神良福记新武县礼 并颁发烟机比赛前三名 优选奖还有最佳盘士 还有首次打嘴鼓比赛 要与乡亲欢庆农历10月15号的 客家庄特有原福记仪 吉安湘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进入第二天重头戏天神良福记 19日上午由乡长游淑珍带领宇济来宾 与武股宫依循古礼 供奉天神良福记新武献礼 除了颁发烟机比赛 选出的重量级前三名 及十五支优选烟机 跟加码征设最佳盘士长 让四组们发挥创意 今年我们特别除了天神良福记的比赛之外 跟带来Dub3 Go 我们看到了学生 也看到了长辈 也看到了期老 装扮好了就要来参与这样的盛事 跟客家的Dub3 Go比赛 当然今天也要带来了我们的颁奖祭艺 跟所有文化传承的这样的鼓礼的进行 我们希望在课章的吉安 我们要缅怀所有过去在壁路篮里里面的文化传承的礼仪 跟这样的一个祖先的智慧 所以感恩的季节在夏元节是不能够忘记的 更要开启我们让代代扎根的传统 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乡亲一起来分享 缤纷吉安 希望我们保留有过去的传统 更要发扬我们现在进行的礼仪文化 乡公所更于活动中首次举办打嘴鼓比赛 以生动辉鞋的说唱 从事找其农村社会拟一句我一句的聚落回忆 邀请包含宜昌国中吉安国中吉安国小 道山国小此吉安乡的幼儿园 展现各邀舞蹈以及口说艺术 以乡亲欢庆农历10月15日客家庄特有的圆福记忆 期盼倾火相传持续深耕客家文化 记者蒋芒艳 吉安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